朋友们好,我是橘子 这份要去仓库发个货 胖哥给我打电话 说喊我再给他几个料产的饮料过去 他喝饮料也差不多快一个月了 我问他收了好多斤了 他也不说,就光给我看一张照片 但是从他照片上来看 他肚子还是笑了很多 他说现在给我买个罐子 不告诉我收了好多 到时候收到理想体重了再告诉我 给我一个惊喜 问半天,他都不说他体重现在是好多 那我就只有先给他把饮料寄上去 希望他能给我一个真正的惊喜 这份要倒仓库了 先给胖哥把它打开 她做过一把 要操作 去掉 喂 嫂子 喂 叔哥 我把他帮我 organ 绿娘给他处理 几个两次你也要过去 嗯 要得要得 到时候就松了 完了 它是给它切包 放过去,捏着它再捏了 让方便一点 在这里居住再次提醒大家 在监制期的朋友们一定要关好我们的哪张嘴 生嫩这些东西是不能吃的 因为在监制期间吃生嫩这些东西 它是很容易长胖,不会掉伤的 还有就是最近打卡 就是发现了一个问题 我的手来黑药都吃了 就是晚餐我们一定要吃 不要上街市减肥掉得快 除了我们这个饮料的话 一些街市它反而不非常好 所以说一定要吃东西晚餐 晚餐咱们可以早一点吃 吃清淡一点,不像中午那样吃中午油 就可以了 吃清淡一点 吃清淡视频 吃饭 或许多大大小时 好了,把这个营料也给胖哥寄过去啦 希望他这次能够真正的给到我一个惊喜 而不是惊吓啊 看他这次能剩好多惊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啦 拜拜,朋友们,希望营料可以找橘子啊 下期见